我说钢琴入门这个东西呢是非常简单的 然后很多人说我在这个睁眼说瞎话 谬论误人之地 骂我 也属于正常范围吧 我早就料到了这个东西 然后你骂也无所谓 因为我们想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我们想的东西不一样 想的路径也不一样 你在你脑子里面想的东西和我在我脑子里面想的东西不是同一个东西 我说的是成年人学钢琴能学到玩的程度 能简单的入门 反正能弹起来 而且能弹对这个东西是非常简单的 这个东西是非常简单的 我不是在说钢琴你要弹的有多好 你不要跟这么职业的人 不要跟那种那种演奏家比 跟他们是比不了的 你想要在某任何一个领域里面做到极致 那个都是非常难的 而且绝大多数人是做不到极致的 我说的是能自娱之乐能玩能入门 而且在短期之内 我说的是这个东西简单 但是很多人想的东西是什么呢 他想一想到学钢琴 他们就会想到什么拜尔哈农策尼这套东西 然后还有很多人跟他们说的 钢琴这个东西非常难 然后没有个3.5年10年 他是不可能入门的 有很多这种话的 因为很多人在说这个观点 所以很多人就信嘛 这个属于正常是吧 我们现在的所有的世界观 所有的价值观 所有的这种想法 很多都是我们旁边的人 给我们种下来的东西 尤其是我们的父母 我们的老师 我们的朋友 或者是我们的电视 我们的手机 这里面同样都说A好的话 我们大多数人都会认为这个是A好的 他也不会去想的 他也不会想是为什么 绝大多数人都是这个样子的 就说A这个是好的 那几乎所有人都会说A是好的 那B就是坏的 他也不一定说了B是坏的 但是很多人就觉得A好 那B就是坏 是这个样子的 绝大多数人都这样 但是如果你仔细的看了一下A和B 如果你仔细的观察了一下 或者是你体验了一下A和B 那你的这种这个想法 可能就会有转变 或者是你真正的接触到了这个A之后 A就是好的吗 不一定 你必须得是接触了 你才有发言权 或者是你才 你才有那种那种真正的感觉 就是你想象的东西 和你亲身体验的东西 永远是不一样的东西 钢琴里面也是这样 就很多人也是练了那一套 拜尔汉诺车 你然后觉得太枯燥了 太难受了 太不好听了 然后他有一部分人尝试了其他的东西 当然意志力坚强啊 刚正步啊 坚韧不拔 那种人的话 他大概率是会接着练下去的哈 然后他大概率是会接着练 练他好几年哈 这样的 那我为什么说这个东西两个是不一样的东西呢 因为这这个东西设计本身就是不一样的 像拜尔汉诺车尼 他这个东西设计出来的时候 他就是一个长周期的 然后他就是一个学的慢的一个东西 他根本就没有考虑这个曲子好不好听 他根本就没有考虑能不能快速入门这个东西 就这样的 那个是很久以前很久以前的教材 所以无论这个学学的学生 无论他有啊 多么的这个刻苦 多么的这个接受能力强 然后教他的那个老师 无论教的有多好 你只要是学了拜尔汉诺车尼这一套东西 用这一套东西来学的话 他就是慢的 因为他这个课程 他本身就是慢的 他设计的就是慢的 他根本就不是为了成年人 或者是为了大多数人啊 短期之内赶紧入门赶紧玩 他根本就是没为这拨人去设计这个课程 他设计这个课程的就是为那种长周期的人准备的 也就是如果你五年之内天天练练习曲 你可以接受的话 那你可以去练那种东西 没问题 没问题 然后像一些阅理啊什么的 那些路径都是不一样的 有的人的意思的话呢 阅理你就得学把整体的这一套全学下来 然后再怎么怎么的 那我的观点的话呢 那你就入门阶段你需要多大点的阅理 那你就先学多大点的阅理 然后跟你入门阶段不相干的那种东西 你就先不要学 所以才会快的 也就是这种方法是不一样的东西 这个路径它都是不一样的东西啊 练的曲子它也是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结果肯定就是不一样了 是这么来的啊 想要学钢琴的朋友呢 可以联系一下我的微信啊 3214 1320 全部都有详细的视频讲解 还有这个配套的教材啊 从零开始一步一步整学 全部都有的 在家里面就可以学啊 谢谢大家